话说当初知道周一维和朱丹在一起的时候,还觉得两个人挺般配的,毕竟周一维在圈内也算是低调了,朱丹也是个很有名气和业务能力的主持人。 但是今天看到周一维的新闻,真的是加薪了,本来周一维就一直被网友吐槽,他不爱朱丹不顾家,平时的发言也很大男子主义,但每次周一维自己没说话,朱丹就先跑出来替他成亲了。 本来也就是周一打黄干,一个人打一个月来,但作为之光群众,看到今天的新闻还是震惊了。 周一维在片场被拍到和女助理一起散步,两个人群场有说有笑,气氛特别好,而且在走路的过程中,女助理还亲手把手中的奶茶围给周一维喝。 按理说,两个人尤其是异性,如果不是亲密爱人的话,是不会这样喝对方手里的饮料奶茶的吧?你们又不是买不起两杯奶茶,用得着这样吗? 喝完一口之后,周一维还嫌弃的把嘴巴里的珍珠吐了出来,身边的女助理也是一脸笑页,感觉两个人关系很融洽。 在周一维喝完之后,女助理很自然的就把吸管放进自己的嘴里喝奶茶了,感觉两个人平时私下相处,应该也是这样吧? 因为两个人动作真的很自然,女助理还顺手又把奶茶递给周一维,周一维低头看她的眼神也是很宠溺了。 感觉周一维看她的眼神,真的有点偶像剧模式,全程含情默默,不知道还以为在拍戏呢? 不管周一维这回怎么解释,但给人的感觉就是,和一性这样共用一根吸管,真的是很过分了。 网友也说,感觉周一维的眼里真的是充满了爱意。 虽然女助理没有主打好看,但其实有时候这件事,真的和好不好看没关系的。 这件事,又让人想起了当初秦俊杰和张雪莹的胡辣汤事件。 当时秦俊杰和张雪莹一起喝一碗,胡辣汤没有分勺子,也是被吐槽得很惨。 毕竟当时秦俊杰可是有女友的人,你这样和他共同喝一碗,还不分勺子,真的是有点过分了。 张雪莹因为这个,还被网友起了一个绰号,胡辣表,只能说网友也是很有创意了。 而这回,和女助理共用吸管的周一维,还不只是有女朋友,而是有老婆孩子呢。 但是外人再着急也没用,他老婆朱丹可是淡定得很,直接回应,都是媒体在炒作。 每隔一会儿,朱丹又把之前的微博删了,换了这条,顺手给自己打了个广告,网友看完也是无语啊,感觉朱丹心态都已经出现问题了吧。 只能说他可能戴得太深了,所以已经失去自我了,反正我是太喜欢这对夫妻了。 尤其是周一维,已经把我对他八百米厚的滤镜给磨成了瓶光镜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